如果要燒新乳香之前,最好就清理這塊網上的椒 可以用黃絲刷 可以用小鱗去清理 如果覺得硬的話,要先燒一會 用蠟燭燒一會,讓它軟化,容易清理 要用心機的,慢慢慢慢,逐塊逐塊 把它弄掉 最好用蠟燭,清理一下孔 因為孔都阻礙我們再燒新乳香 要用心機,慢慢做 這些蠟燭燒,如果不清理 日漬月淚,會有很多太厚的蠟燭 便能清理一些 還有,燒新乳香的時候 如果有些蠟燭,可能會燒上次的味 即是上次的那種乳香的味 所以,清理了就會好些 做這些 其實做這些 都可以是一個靈收 來的 你旗著肚子去做這些 旗著肚子去做這些 希望我們的祈禱 好像香一樣 上對天父的台前 就是這樣,大家嘗嘗吧